如果說要再服輸的話 的確是我認為是有點難度在 那個群組已經荒煙漫潮 那個群組就像很多男生會有的 那講RH群組當時是有點誇張 但都是合法的愛情都不會變難 這個事情因為這陣子算是新聞的這個 熱議的這個題目 那我這樣看來看我就發現說 因為其實司法也處理了 社會也就有公平了 那你只要在這個節目演 說了也不是 不說也不是 那不如就是改天再說好了 對 因為這題目有點大 那我倒是覺得說 經過這次的事件 我們反而要更加去重視這個 兒哨保護這方面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還是整個事情 事情本身是遺憾的沒有錯 可是呢我們如何把它轉為一個 正面的一個力量 那就是說 讓這個我們全國的民眾 然後讓他們去更重視兒哨保護 在台灣一直都有在做 但是可能重視度不夠 或者落實度也不夠 那如果可以轉成這方面的一個 正能量的話呢 我認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現在如果放在那裡 講過 明明現在都不會大 那現在還在 對 那個群組已經放一間漫潮 那個群組就像很多男生 會有的 其實那個就是 那個 就是一個網站 所以那個那個東西 應該是很多人都有的東西 那講暗黑群組 當時是有點 什麼東西 有點誇張 沒有還說男生不特別群組 然後就是 其實就是一些 互相交叛心 對一些一些 愛情動作片這樣子 但都是合法的愛情動作片 裡面都來自日本的 那個 各大AV公司 如果說 要在服務的話 確實 我的母子 有點難度在 因為 台灣演訓 說真的 因為過去也沒有發生過 什麼 一樣的事情 就是 類似 交割這樣的事情 所以呢 沒有過去的 事情 可以參考 那你說要 說要多久呢 這個 嗯 比如說Funday 看看他自己 因為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於這一行 應該他自己也會 自我 各位取悅